皇带军演在即宣誓新田一早 TVBS采访队直擊F18在军机场鱼冠起飞 FA18EF超级大红风战机多梯队总共六架起飞 爬身后直接拉高 现场航迷看得惊呼连连 令不少人最兴奋的是这两架 这下隶属于美国海军的第五代逆宗战机F35C 跑道滑行不到三分之一直接拉起 而在战机升空之前 时尚会在航空母舰上看到的E2D空中预警机 也从西卡姆基地起飞 其实不管是配归在美国海军的航空站 还是在航舰上的舰战机 其实他们都可以做轮训跟替补 就是说在演习期间 假设某一架的舰战机 它有战损的时候 或机器故障的时候 其实可以从附近的航空站 赶紧调派一架或两架的舰战机 前去支援 另外C13栋运输机对准跑道头 虽然是假日 但美国空军基地内还是很热闹 那其实美国五个军种连训 其实他们也得到 影像情报卫星的支援 不时美国空军忙着军派 各国海军也陆续进驻 南韩两艘去主舰 中武功李顺承号和利古里尔号 也齐聚撒威夷 中武功李顺承号搭载舰炮飞弹 另外利古里尔号则有120多枚飞弹 和反潜鱼雷 可承载300元具备反潜能力 期待未来一个多月的操演 除了中进关系也强化军事脊肉 TVBS新闻红富华六婷婷 稍微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